比利时维尔维也市中心 一个有百多年历史的纪念喷泉 八月翻修 却意外挖出了一个装有守卫市长心脏的小盒子 让一直以来盛传的都市传说 一席之间被证实属实 成为当地人的热门话题 比利时东部城市维尔维也 有着这样的一个都市传说 市中心的一座纪念喷泉下 埋着守卫市长皮埃尔大卫的心脏 这个超过一世纪之久的纪念喷泉 最近在进行整修 工人在施工期间 竟然意外挖出了一个小盒子 上面雕刻的文字写着 1883年6月25日 皮埃尔大卫的心脏 被庄严的安置于此纪念碑 随着盒子的扑光 这个传说也被证实是真的 我们把石头移动在最高的纪念 所以我们必须改变石 因为它在状态 它在状态 然后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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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材料 它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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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在状态 它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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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埃尔大卫在1800年至1808年间 担任维尔维也市的首任市长 1830年比利时发起革命运动 受到重创的维尔维也 在大卫的领导下不回正轨 加上1802年 它在当地建立了消防局 属于罕见的创新 深获民众爱戴 皮埃尔大卫在1839年去世 享年68岁 市民为了纪念它 树立纪念碑 并提议将它的心杖 安放在以它命名的喷水池里 表达市长的心 永远与城市同在 大卫的心杖 就这样被密封在 新制的盒子里 并且用酒精防腐 置放在喷泉中间的雕塑里 直到现在 当我看了这 厨谷 我的印象时 它是曾经在我手部的手 的前度 被闪到北厄市 法后来1839年 我们现在前面 在2020年 2012年 当实际上 样检查 《有维尔大卫的贸人》 他們能夠重新建立 這將會讓伯爵 更加適合他們的故事 如今 何子再次重現 引起了人們的熱烈討論 負責人表示 他的保存狀況還算良好 目前已經被送往當地美術館 進行保存 同時會對外展出